据说有条两斤重的鱼飞出水面 将一个正在冲浪的人给撞死了 真是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那一条鱼真的能把一个人给撞死吗 今天乔恩跟布莱恩就来验证这则流言 首先他们需要计算得出鱼的速度 以至冲浪者以每小时44公里的速度发行 结果被重打两斤的鲤鱼击中脸部 扭断了他的脖子 流言组想通过视频 计算出这些鱼从水里飞跃出来的速度 根据飞鱼在屏幕上跳跃到人的距离 然后按比例计算实际距离 随后他们用视频的固定帧率 来计算出跳跃的鱼水平速度 最后结果大概与跟人的速度合适88公里左右 所以根据冲浪者的速度 得到鱼的速度是44公里左右 接着他们需要设计一个发射器 可以以这样的速度发射一条鱼 初代发射器的构想是 在车架上绑上吊篮 弹射出模型 为了尽可能符合留言中描述的环境条件 他们将在水中进行最后的测试 在船的后部安装发射器 并向滑水目标发射 这次的假人老兄 是由一家专业公司制造而成的 它是由一种复合材料构成 它的密度和人类骨骼一样 而且有完整的颈椎 有七个颈椎和腰间盘 基本与人体相同 它的内部实际上是柔韧的 是由发光棒制成的脊锁 所以它如果受伤了 便可以观察到 肌腱韧带和肌肉组合起来 使假人老兄便可以支撑起自己的头 就像真人一样 这样的话 在假人老兄被于击中脸部后 对它的脊椎进行解剖检查 就可以知道是否有致命的伤害 留言组先在实验室进行试验 他们用硅材料制作出了一个鱼的模型 用来测试设备是否合格 接着 初代发射设备制作已基本完成 每侧有四根弹力绳 已可以正常发射 但在鱼儿开始飞翔之前 他们还需检查 发射装置能否安装到船上 布莱恩为其定制了一个旋转支架 使其可以调整方向 那么发射器的发射速度能否合格呢 第一次测试时 鱼的速度只有20公里每小时 但是因为强大的冲击力 使小车的木板出现了一些断裂的地方 但是速度还没有达到 需要更多的弹力绳才能提高发射速度 他们将弹力绳增加到40个 这已经是极限了 再次测量速度 鱼的时速达到了44公里 但是发射器的小车也被摧毁 所以留言组对发射器进行改进 这次他们决定采用大炮计划 他们准备两个储气罐和炮筒还有塞子 制成如大炮一般的发射器 但是由于实际中的鱼十分的光滑 他们需要计算出 将其发射 需要多少的大气压 首先将气压调整到60% 鱼飞快地发射出去 速度远超过44公里每小时 他们需要减小气压 最终调整到35% 达到目标速度 实验设备已基本合格 留言小组将其安装到船上 火速来到了实验场地 用真实的鱼进行测试 他们再发射器一侧 假人老兄则在对面以44公里的时速发现 接下来实验开始 第一次发射 鱼只击中了假人老兄的胸部 但是可以明显感觉到 强大的冲击力 随后他们调整位置 使鱼可以击中老兄的脸部 这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假人老兄的后脑勺 甚至接触到了他的背部 接着检查假人老兄的伤势是否致命 留言组指出 颈椎底部位置 直接造成粉碎性伤害 那么实验结果就显而易见了 鱼真的能把人撞死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